我這塊雞蛋然後送給這個小孩 敘利亞受難民眾的苦痛 慈濟志工不但感同身受 更凝聚起共知 共識和共行 每一個人真的一朵蓮花 種在心田 萬朵新年開滿人間 讓苦難人看到未來 更要向孩子傳達愛 愛的傳承不分國籍 來自印尼的慈青李光品 儘管不熟悉華文 卻親手繡織上人髮像表達感佩 無論身在何處慈濟志工 都要立志發願 立行菩薩道 一場座談處處溫馨 讓人更期許 在慈濟大家庭中 每一位法親家人都要打從內心誠懇的彼此關懷 疼惜互愛 大海新聞 湯道順李明華 台北報導